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资讯大爆料 今天给大家聊一下最近上映的网剧《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 推荐理由,剧情吸引人,演员演技过硬,有乐有甜 伤感时想落泪,欢乐时超搞笑,是一个治愈和旧熟的故事 该剧讲述了由人家伦饰演的高冷帅气的顾川 与行飞饰演的狗腿乐观的江晓宁从相遇相知到相恋 极致互补的两个人要注定成为对方的另一半 粗略来说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戏吧 其实一开始我是抱着见证一部新的烂剧的诞生来看的 这名字真的是又怪又长 没想到这第四剧居然挺好看的 有很多人疑惑 都市爱情剧为什么属性却是科幻片 那是因为这部剧带有科幻元素 科幻就科幻在有机械心脏的顾川 剧情的设计是比较有新意的 男主顾川因为一场车祸心脏受损 只为了一颗机械心脏 就像心一样冷血 有意思的是如果心跳加速 机械心脏竟然还会放电 她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不能生气 不能激动 更不能动情 命中不定她要攻克的就是这个 让她随时随地漏电的江小林 遇见她之前 江小林是一个被命令诅咒的乌鸦小姐 女主从小父母双亡 从小到大一直倒霉事情不断 全身倒霉体质 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 想想确实挺有趣的 作为一部小甜剧 不只是行妃在搞笑 人家伦不是喜剧演员 有的表演也挺有趣的 各种暗粗粗的喜欢 如果你最近不开心情绪不好 正在寻求一部拯救你大发时间 乌鸦小姐与蜥蜴先生是不二选择 这个剧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槽点 这个确实很难得 今年上映的剧或多或少都有槽点 就目前来说 这部剧是唯一的找不出明显槽点的剧 感觉编剧和导演确实是用了心的 唯一感觉略有不足的是女主 颜值和演技只能说刚刚及格吧 如果能再高一点就好了 另外还有个小问题就是背景音乐基本是英文歌 这个可能对某些观众不是特别的友好 男主的演技感觉没啥大问题 毕竟是劲率点设定 只要帅就够了 不需要有太多表情 看着有点意思 人家伦原音评者挺舒服的 有点好奇最后怎么圆了心动放电活腹场这个设定 沐川最大的阻碍是自己的机械心脏 没有太多狗血的剧情 总体来说挺好 整个电视剧整体风格活泼有趣中 有带着温馨 节奏比较明快紧凑 没有明显的水剧情 很多场景的剧情也设计的比较有趣 背景音乐虽然简单 但是品和剧情的 让人觉得看得很舒服 说一个有意思的是 行飞的名字大多被打成了行飞 关键在不少浏览器中搜索错误的名字还能找到对的人 也是缘分不浅啊 当然最值得夸奖的还是这部剧的剧本写的不错 整个电视剧的剧情很合理 没有明显的弱智和不符合逻辑的剧情 很贴近生活 演员的颜值在线 演技合格 剧自然就好看 好了 今天的娱乐大爆料就结束了 如果你对我的观点感兴趣 记得订阅我哦